马英九现在对于参选没有意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够做的 是他八年任期做不到的事 他重新提出弥补而已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会不会降低 台海冲突紧张的局势 事实上 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对台湾很多人来讲 是有所期待的 当然 很多人是把马英九跟蔡英文的出访 相提并论 但是事实上 这两者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各位要理解到 马英九这一次的圣中追缘之旅 和平之旅 九二共识之旅 甚至于学术之旅 文化交流之旅 他其实坦白来讲只有一个 就是说如何让九二共识再上架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谈过多少次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地方 他之所以不去北京是有原因的 因为一旦去了北京 因为政治氛围非常浓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反而容易引起争议 所以我不得不佩服马英九这一次操作是非常非常的细命 那为什么我要讲马英九的操作 各位有没有发现 马英九每到一个地方 必然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是过去二十年来 你民进党一直要切断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期待关系 但是马英九是想要恢复的 尤其是蔡英文上任以来 他走的路线是没有两国论的两国论 那马英九他就见到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如果任由没有两国论的两国论 再加上美国在幕后怂恿台湾 进行一些不是挑衅的挑衅 而是说让中国大陆在感受到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他不是用挑衅的方式 他是用源头断绝的方式 所谓源头断绝的是包含了客纲 包含了文化交流 还有包含了三通九流等等这些 他是从源头上面逐渐的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慢慢的掐断 这一段时辰是非常的长 但是毕竟他们已经在开始说 马英九看到这个当然是非常的忧虑 这也就是说 马英九他为什么要到中山林 去看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他为什么在中山林他要提次 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他为什么到了武汉 他要谈辛亥革命 他到了长沙 然后去祭祖 他祭祖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他父母亲的抗战岁月 他到了重庆 他就讲到了 他父母亲在抗战期间的相似的经过 他也祭拜了张志忠林 就是说他一连串的这一些动作 他认为台湾今天的地位 是二次世界大战 就已经把所谓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那现在呢 民进党的这一些人 他们对于马英九到中国大陆 一而再再而三的谈一中的问题 谈九二共识的问题 谈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连结问题 是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这里面呢 我必须先讲一个故事 某位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曾经问过我 他是说 台湾怎么跟中国大陆谈 无论土地面积综合 都不如中国大陆 我是直接了当跟他讲 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 无论综合国力 都样样不如美国 进行所谓的日内瓦会谈 跟华沙会谈 谈了150多次 一个字都没签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以进行沟通联络 避免误判 然后为双方留有余地 各位不要忘了 杜勒斯在日内瓦 当周恩来总理 把手伸出来 要跟他握手的时候 他视而不见 引进到了这种氛围 但是他还是要跟中国大陆 进行对谈 各位去看 王炳南跟美国的对谈 他有一本回忆录 当然他回忆录 只是写到大纲而已 然而 就是因为王炳南的会谈 就促成了1972年以后 季行格的访问中国大陆 我特别讲这一段的历史 相信马英九他也非常的清楚 尤其马英九啊 这个人他有点历史屁 他尤其是对中日战争 跟台湾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连结关系 他是非常非常的注意 那当然 马英九在位期间 坦白说 森然的 统派的 对他是很有意见 然而 马英九他所能做的 就是这么多 那个时候 他看这些问题 完完全全是政治考量 那现在 他反正已经卸认了 他认为他有这个责任 要把这一块 把它弥补起来 把它连结起来 这是马英九 为什么选择在 2023年的 3月27号 他访问中国大陆的 一个原因 那现在回过头来说 蔡英文在4月6号 就是中原标准时间 是在4月5号 那他美国时间 是在4月6号的 清晨一点 就是中原标准时间 4月6号清晨的一点 跟麦塔西见面 那马英九刚刚好 他也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 会见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场 美中之间的较劲 那台湾所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避免 美国 中国大陆的质疑 那至少 马英九在这一块 是平衡了蔡英文 蔡英文至少在美国 已经不讲两国论 他是走 没有两国论的两国论 那蔡英 马英九呢 他希望九二共识 再定义 再上架 所以在美中两大之间 你台湾未来该何去何从 马英九过去的理论 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 那蔡英文是由世界 走向中国大陆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是这个中间 必须要取得平衡点 难怪新加坡媒体会报导 说马英九这次的仿宗之行 对他在台湾的声望 有所提升 极有可能他还是会宣布参选 或者国民党还会提名他 那这个看法是多虑的 就我所知 马英九现在对于参选 没有意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够做的 是他八年任期做不到的事 他重新提出弥补而已 我相信这种情况之下 是怎么办 是一个问题的 手工真的可以试试 是可以试试 不是可以试试